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 不料十年后,我让全村人傻眼 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不被期待的 姐姐李宝珠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意义不同 她出生前,爸妈准备了两个名字 男孩就叫李宝俊,女孩就叫李宝珠 这两个名字还是他们花了五十块钱,去请村里的大仙去的 爸妈挺疼姐姐,但还是决定再要个男孩 他们不承认自己重男轻女,逢人就说还是得要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凑个好,是最完美的 那时候村里的计划生育管得不严,随便交点罚款就行了 在我出生之前,我妈留调过一个孩子 因为怀孕三个月时,她又去找了那个大仙 那人信誓旦旦,说怀的是个女孩 我妈二话不说,去医院里把孩子留掉了 后来怀了我,那大仙装模作样,面带微笑 嗯,这次是个男娃 我爸妈欢天喜地 那时候村里生娃,大多数还是找产婆 舍不得去医院 为了生下我这个男孩,我爸妈咬咬牙,去了镇医院 瓜熟地落,看着护士捧在手里的孩子,爸妈傻眼了 我爸在医院里撒泼大闹,非说人家医生把他儿子换走了 然而,当天医院出生的只有我一个孩子 最后,他们只能任命地抱着我回家 我爸气势汹汹地去找那个大仙算账 那老头却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让我爸带他来看我 在我家转了一圈,老头掐掐手指,先是摇头,后是煞有介事地点头 哎,怪不得呀,原来是这样 他转了转眼珠,指着我,神色严肃 你家这胎本来是双胎,还是龙凤胎 只是这小丫头性格太霸道 不肯跟弟弟共享母亲的肚子 投胎的时候,一脚把弟弟踢走了 我妈目瞪口呆,什么?还有这种说法 算命老头点点头,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 那男娃本来就注定是你家的 现在只是要晚些时候来 我爸,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再生一个 怎么,你们不想要这个儿子了?老头道 那行,我现在告诉他,不必等了 等等,我爸陪笑,大仙你别告诉他 不然儿子生气了,不来我家了 生,我们肯定生 爸妈鬼迷心窍,求子心切 人家随便编几句话,他们就信了 宁愿借钱交罚款,他们也要再生一个 幸运的是,他们果然生了个儿子 我想,就算他们再生一个女儿 那算命老头也有借口在糊弄他们 心有执念的人,往往会一页账目 是最好骗的 因为我的性别在爸妈意料之外 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名字 我出生后几个月,他们就一直叫我二鸭 后来要上户口了,必须取个正式的名字 那天,外面下着大磕的雪莉 我爸就随口给我取了个名字 叫李雪莉 我的出生悄无声息 爸妈觉得我是他们的耻辱 我还霸道地赶走了本该来到的弟弟 他们一直不喜欢我 我出生后就一直被他们扔在家里的床上 他们从来没抱我出过门 弟弟出生后 有儿子的他们觉得终于扬眉吐气 在满月那天大半宴席 亲朋好友满座 我爸妈一边抱着弟弟到处炫耀 一边打听有没有人家愿意收养女孩 还真让他们问到一户人家 宴席的第二天 他们就抱着我去了隔壁村子 走的时候 他们把我丢在那户人家 带走了别人给的一百块钱 当时我已经三岁 明白一些事理 知道他们不要我了 哭得撕心裂肺 我边哭嚎边喊着爸妈 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后 大伯带着鼻青脸肿的我爸来了 他听说我爸妈把我卖给了别人 把我爸揍了一顿 逼着他一定要把我抱回去 别人给的那一百块钱 我爸妈回去就花了二十多 给我弟买了一套衣服 花掉的钱 他们拿不回来 还是大伯掏了二十多 补齐了那一百块 大伯把钱塞给了别人 抱着我就走了 回家的路上 我爸还不服气 嘟囔着说道 家里三个娃 怎么养得起 那户人家条件比我们好 又生不出娃 肯定会对二鸭好 二鸭能到他们家是他的福气 大伯瞪他一眼 村头羊二狗家的事 你不记得了 羊二狗家之前 也是生不出孩子 收养了一个女孩 一开始 他们也对那女孩挺好 女孩八岁时 羊二狗的老婆怀上了 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他们当然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了亲生孩子身上 那个女孩就成了家里的保姆 做家务 照顾弟弟 他们对女孩非打极骂 还不让他去学校 女孩十二岁时 生了一场病 一开始只是感冒 但他们不给孩子看病 后来越来越严重 感染成肺炎 最后死在了家里 听了大伯的话 我爸愣了下 不服气反驳 羊二狗他们年轻 还能生孩子 这对夫妻都快四十了 肯定生不出来了 大伯狠狠瞪了我爸一眼 我话放着了 我们李家的孩子不能送人 你要是再敢这么做 我就把你从族谱除名 以后也别想进我们李家祖坟 我爸不敢吭声了 小时候 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 家里有个亲姐姐 大伯家还有个堂姐 我一直都是穿他们的旧衣服 我的第一套新衣服 是六岁那年 伯母给我的 堂姐的舅舅在广州打工 过年回来给她带了两套衣服 同样的马术 但其中有一套小了一大截 堂姐实在是穿不了 但衣服已经买回来了 也不可能拿到广州去退换 伯母就把那套衣服拿到我家 我试了一下 穿着刚合适 那是一套大红色的绒毛衣服 上面带着黑点点 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好看的衣服 还是全新的 没有被人穿过的 我的手小心翼翼摸着身上的软毛毛 心里欢呼雀跃 虽然才六岁 但对大人的话都能听懂了 从伯母和我妈的对话中 我心里有数 这套衣服应该是送给我了 我妈也一个劲跟伯母道谢 说这么好看的衣服 真是便宜我了 伯母摸摸我的脑袋 笑着问 雪莉过年也有新衣服穿了 高不高兴 嗯 高兴 我咧开嘴巴笑 可是等伯母一离开 姐姐就开始哭闹 凭什么她的衣服这么好看 我不干 我也要买新衣服 我妈瞪她 过年不是给你买了新衣服吗 李宝珠不依不饶 不行 我的没她这套好看 我要重新买一套 想得还挺美 过年买两套新衣服 你咋不上天 我妈拍了她一下 一边去 二压 过来 我妈冲我招手 把衣服脱下来 心里生起不祥的预感 我第一次反驳我妈 我想睡觉的时候再拖 快点 别逼我动手啊 我妈雨带威胁 我不敢反抗了 乖乖脱下了衣服 我妈拿起衣服摸了摸 满意到 料子确实不错 大城市的衣服就是好 她笑眯眯看着我弟 宝骏 来是新衣服 我不敢置信地看向我妈 宝骏才三岁 比我矮一大姐 而且 她还是个男孩 平时 所有好东西 都给她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 这套衣服 明显不适合给她穿呀 衣服套在宝骏身上 果然大了很多 我妈自说自话 嗯 大了一点 明年穿应该就合适了 说着 她把衣服从弟弟身上脱下来 叠整齐 放在了衣柜的顶层 很明显 短时间内 这套衣服 是不会再拿出来了 我忍不住开口 妈 这是伯母给我的 我妈 这不是给你的 是给我们家的 家里的东西都是 我做主 我说 给谁就给谁 那年过年 我还是没有新衣服穿 伯母看到了 问了我妈 雪莉 怎么没穿那套红衣服 我妈撒谎 哎呀 她昨天就闹着要穿 结果摔泥坑里了 衣服脏得不成样 我习惯了在家里 被欺压打骂 眼看着我妈说谎 也不敢吭声 后来 一年过去了 李宝骏长高了 我妈把那套衣服 拿出来给她穿 那天晚上 李宝骏哭着 从幼儿园回来 她脱下衣服 拿起剪刀开始剪 那件衣服 被她剪出了 长长一道口子 我妈赶紧夺下剪刀 哎哟小祖宗 你这是干嘛 赶紧放下 别伤到自己了 李宝骏叫喊着 我讨厌这个衣服 同学们都笑我 说我穿女娃的衣服 我才不要穿女娃的衣服 我是男娃 好好好 你是男娃 我们不穿了 我妈忙着哄她 兜兜转转一年 那套衣服 还是成了我的 只不过 多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袖子和裤腿 还短了一截 尽管如此 这还是我长这么大 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那天晚上 我自己用针线 把那道口子缝好了 第二天早上 我穿上了这套衣服 李宝珠在旁边讥讽 二鸭 我看你就是没有穿新衣服的命 小时候 虽然义务教育普及了 但那时候上学 还是要交钱的 我到了入学的年龄 爸妈却没动静 后来市村之书和校长 找到了家里 对他们批评教育 命令他们必须送我去上学 我爸拉着我到了大伯家哭穷 说没钱给我交学费 能不能借一些钱 大伯闷着头抽了半天烟 后来拉着几袋稻米去卖了 把周八八的钱递给了我爸 我爸乐呵呵 接过钱就走了 跟着我爸刚出大伯家的院门 就听到伯母和他吵了起来 原来 那几袋稻米是 他们留着自己吃的 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伯母说 把稻米都卖了 这一年 他们还要掏钱买粮食 大伯说 那总不能让孩子不上学 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 说是借钱 那些钱拿到手 我爸妈就再没提过还的事 以至于我一直都很愧疚 见到大伯和伯母都抬不起头 觉得是因为我 家里才坑了他们的钱 我知道 学费来之不易 上课的时候 格外认真 我想着 只有好好学习 才能不浪费 大伯给的钱 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得了班里的第三名 奖品很丰厚 有十支铅笔 两块橡皮 一个文具盒 我兴冲冲把奖品拿回家 想要告诉爸妈 我没有浪费那些学费 我有好好学习 哪知道 我妈眼里只有那些奖品 她把奖品都收起来 装进柜子里 正好 以后宝俊上学 就不用再买新的了 还算你有点用 妈 那个文具盒好看 给我吧 李宝珠拉着他的胳膊撒娇 不行 你不是有文具盒吗 那个留给你弟弟 我妈拒绝道 妈你忘了 宝俊最讨厌这些女孩子的东西 这个文具盒是粉色的 上面还有花仙子 她用了肯定又要被同学嘲笑 李宝珠阵阵有词 我妈犹豫了片刻 把文具盒拿出来给她 叮嘱爱惜点 用到小学毕业 好嘞 谢谢妈妈 李宝珠笑眯了眼睛 我的铅笔也没了 我妈瞪她一眼 就你是多 但还是抽出了两根给她 剩下的都是留给弟弟的 不许再要了 李宝珠美滋滋地 抱着新闻具盒走了 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们 把我的奖品瓜分完 却不敢反抗一句 我从小就知道 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地位 我没资格提任何要求 如果不是政策要求 我想 爸妈应该不会送我去读书 可是到了弟弟上学时 爸妈却早早开始焦虑 在村子里 大部分孩子是七岁入学 李宝俊满六岁了 爸妈就想把他送入小学了 他们想让他早点上学 早点学习知识 怕他以后跟不上 早入学好 这样以后 宝俊高考成绩不理想 复读一年 跟班上同学 也还是同岁 我爸说 李宝俊才六岁 他们都已经为他考虑到高考的事了 不过 我们村子里没有小学 村里的孩子需要去隔壁村读小学 每天早上 我们要走三公里到隔壁村上学 中午再走回来吃饭 饭后再去学校 晚上再回来 一天 我们需要往返四次 走十几公里的路 爸妈心疼宝俊 舍不得让他受这个累 家里条件差 连个自己行车都没有 每天还有农活要忙 爸妈也不可能做到 每天接送他 为了解决李宝俊的读书问题 爸妈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搬到镇上去住 除了上学距离的问题 他们还考虑到 镇上的学校条件更好 能让李宝俊 接受更好的教学质量 在开学前一个月 我爸妈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 他们对大伯的说法是 在村里没什么镜像 早就想出去干点别的谋生了 他们决定在菜市场租个摊位卖菜 在爸妈搬走的前一天 我才知道 他们压根没准备带我 我发现 他们收拾的两大包行李 没有一件我的衣服 我自己把几件衣服收拾好 叠整齐 妈 这些衣服装哪里 我问 带你的衣服干嘛 你又不跟我们一起走 李宝珠在旁边吃笑 我妈满不在乎到 家里留的油米 以后你就自己做饭吃 你又不是不会做 虽然习惯了被忽视 但被一家人抛下 作为一个小孩子 还是挺惶恐的 爸妈 你们不带我去镇上吗 我急着问 我妈 就租了一间房 哪住得下这么多人 你都九岁了 这么大个人了 一个人住怕什么 隔壁还有你大伯呢 有啥事让他们搭把手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一家人拎着行李 就走了 正是放暑假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 写完作业洗衣服 然后看电视 中午就自己做点饭吃 我发现 一个人住也挺好 不用再洗一家人的衣服 做一家人的饭 包含所有的家务活 我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给自己列了计划表 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过得很充实 除了晚上 空荡荡的屋子里 只有我一个人 我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 一个人在家里过夜 万籁俱静的夜晚 一丁点声响 都能让我心惊胆战 再加上 屋后不远处就是后山 山上埋了很多坟 没有小孩不怕那些 连续做了几个晚上的噩梦 休息不好 我感觉自己都有些精神恍惚了 到了中午做饭的时候 我发现 缸里没有水了 院子里有一口井 平时都是我爸负责打水 我把水桶拿出来 拴好绳子丢进井里 以我的力气 根本拎不起来一桶水 我的想法是 打半桶水 可是水桶一丢下去 立马灌满了水 怎么晃都没用 我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也没办法把水桶拎上来 累得满身汗后 我把水桶吊在井里 用石头把上面的绳子压住 胆怯地来到大伯家 大伯 你能帮我打一桶水吗 我站在院门口 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开口让别人帮忙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伯坐在屋檐下边箩筐 压根没听到我的声音 我鼓足了勇气 再一次开口 大伯 你能帮我打一桶水吗 这次他听见了 雪莉 你咋在这 大伯诧异地看着我 他三两步走到院门口 问我 你们家不是搬去镇上了吗 我爸妈去了 他们带着宝珠和宝骏 说租了一间屋子 住不下这么多人 我解释道 你是说 你爸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大伯声音洪亮 胡闹 老二也太不像话了 大伯气得把手里的箩筐都扔了 听见声音的伯母从屋里出来 好奇道 怎么了 老二一家子搬走了 把雪莉一个娃留下来 让他一个人生活 大伯气愤道 这两口子也忒心狠了 这么大点的娃 一个人怎么过 伯母过来把我拉进堂屋 他问我 这几天你都是一个人在屋里 伯母 我可以一个人过 我是真心觉得一个人更轻松 就是打水有些困难 太重了 我拎不起来 走 带我去你家看看 伯母拉着我 这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口粮 大伯指着米刚问 还不带我回答 他又自顾道 这么点米 连两个月都不够吃吧 说着他拿出袋子 把米都装起来 算了 到时候吃完了 我再去找他要 大伯拍拍我的头 雪莉 以后你就在我家吃饭吧 伯母在旁边吐槽 老二这两口子 干的什么事啊 自己生的孩子不管 这也太贴心了 那天中午和晚上 我都在大伯家吃饭 晚上 我跟堂姐李莹 睡在一起 看着并排放在一起的两个枕头 我连忙摆手 盈盈姐 我睡在另一边就行了 说着把枕头放在了脚头 堂姐皱眉 为什么要睡在那边 我们两个可以睡一边呀 晚上还能聊天 为什么 因为我亲姐李宝珠 从来不让我跟她睡一头 寒冷的冬天 她还喜欢把自己的脚 伸进我的后背暖脚 我不能反抗 只能乖乖忍受着她冰凉的双脚 只要感动一下 她就会狠狠踹我 看着堂姐把枕头又放回原处 我内心欢喜 晚上跟堂姐一起躺下 她问我一个人睡怕不怕 我说怕 晚上总感觉窗外有个人在看我 说得她也害怕了 侧过身搂住我 别说了 雪莉 我现在都不敢看窗外了 我们讲点别的吧 你看了那个偶像剧吗 男主角好帅呀 嗯 可是我觉得男二号更帅呀 我们两个开始争论起谁更帅 讨论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剧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俩都睡着了 这一觉 我睡得特别踏实 没有了那些令人惶恐的噩梦 可以一觉到天亮 早上醒来 我侧过头 看向堂姐的睡颜这一刻 我无比希望 她要是我的亲姐姐就好了 这才是我心中向往的姐妹相处模式 我们可以躺在被窝里聊喜欢的偶像 可以分享彼此的小秘密 而不是像李宝珠对我那样 永远高高在上 高人一等 在她看来 我不是她的妹妹 而是丫鬟 我对她的话只能服从 对她就应该讨好 平时除了上学 我就被爸妈居在家里做家务 回到家永远有做不完的活 我很少有时间出门玩 堂姐就在隔壁 其实我跟她的接触也不算太多 但每次见面 我都能感受得到 她对我没有李宝珠的那种腐蚀轻蔑 在她眼里 我就是妹妹和玩伴 可以一起打闹玩耍 我喜欢这个姐姐 看到她还睡得熟 我没有吵醒她 轻手轻脚穿好了衣服 天刚蒙蒙亮 伯母在厨房里做饭 我走进屋 习惯性地接过她正在洗的黄瓜 伯母 我来切吧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伯母问 习惯了 从五岁开始 我就学着做饭 帮我妈干家务 这两年 家里的早饭都是我做的 上学的日子 我要起很早 把一家人的早饭都做完 等大家都吃好 我再把碗洗干净 才能去学校 晚上放学 回家后第一件事也是做饭 在家里就得干活 就得一刻不停歇 这已经成了我的肌肉记忆 大伯母摆摆手 行了 你一个小孩子 天什么乱 不睡觉就出去玩吧 我嘻嘻笑 伯母 我喜欢干活 这一刻 我迫切地想展现自己的价值 我想让伯母知道 我不是麻烦 我能给他帮上忙 当我自告奋勇 炒完一盘黄瓜后 伯母尝了尝 不停点头 不错呀 你真的会做饭 得到了肯定 我更加激动 恨不得把所有本领 都展示出来 吃早饭的时候 伯母特意告诉大家 说那道黄瓜 是我炒的 唐姐瞪大眼睛 雪莉 你居然会做饭 尝了一口 她满眼钦佩 朝我竖大拇指 你真厉害 我到现在连锅铲 都没拿过呢 她的语气里 是真实的钦佩 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受宠 唐弟李浩 也连连点头 三姐太棒了 我看着他们 偷偷低下了头 真好啊 这个家 唐姐过生日的这天 伯母杀了一只鸡 作为寿星 唐姐分到了一只鸡腿 伯母夹起第二只鸡腿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放进了我的碗里 我受宠若惊 赶紧夹起来 放进唐弟的碗里 唐弟偷偷看了一眼伯母 又把鸡腿加回给我 三姐 我不吃 你们女孩子吃鸡腿 我吃两个鸡翅就行了 给你就吃 大伯母对我道 我没有再推辞 咬了一口 这是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吃鸡腿 鸡腿真好吃啊 怪不得李宝骏那么喜欢吃 从小到大 在我们家 只要杀鸡 两只鸡腿永远都是他一个人的 李宝珠那样霸道 都没资格吃到鸡腿 李宝骏极度护食 谁敢动他的吃食 他能在地上撒泼打滚 半个小时不罢休 同样是男孩 年纪也就比李宝骏大了一岁 唐弟李浩 却不知懂事多少倍 浩浩只有同龄人的淘气贪玩 却完全没有李宝骏的霸道 自私 瞒不讲理 李宝骏完全被我爸妈惯坏了 在我们家 父母对孩子是区别对待的 而在大伯家 他们对每一个孩子都平等看待 大伯在镇上的修车铺当修理工 他每天骑自行车去镇上干活 晚上再回来 有时候加班 老板会给他发一些零食 他都设不得吃 全部带回来 灌八宝粥 一袋小锅巴 几颗糖 一包方便面等等 无论是什么 大伯都会带回来 哪怕是一灌八宝粥 也会平等地分成三份 装在碗里 我和堂姐堂弟三个人平分 在这个家里 我才知道 原来所有孩子是可以平等关爱的 暑假里 我就这样一直吃住在大伯家 快开学时 一天 我偷听到大伯和伯母的争执 明天你就去镇上 问你二弟要学费 雪莉住我们家没问题 她一个小孩子 也吃不了多少粮食 但学费我可不出 我又不是冤大头 伯母气愤道 明天就去 肯定把学费要回来 大伯说 顺便问问你弟 是不是真的把雪莉丢这儿不管了 这么大的孩子 不跟着爸妈像话吗 好 我问问 躲在门外的我无比羞愧 是我让大伯和伯母 为难了我给他们添了麻烦 好在 大伯第二天顺利要到了我的学费 一方面是大伯毕竟是我爸的哥哥 我爸对他还是有些畏惧的 一言不合 大伯可以上手揍他 他也不敢还手 另一方面 据大伯说 我爸妈在镇上卖菜 生意还不错 挣了点小钱 他说 我爸准备过年买一辆摩托车 学费要到了 我们都松了口气 开学后 我每天都跟堂姐堂弟 一起走路去上学 上三年级 要开始学习使用钢笔了 我的铅笔也用完了 没钱买新文具 可我不好意思开口跟伯母要 还是堂姐发现了 我空空地破旧文具盒 她把自己以前淘汰的文具盒和钢笔给了我 还用自己的零花钱 给我买了新铅笔 到了七位考试 我又一次取得了好成绩 全班第一名 这一次 我的奖品更加丰富 因为没有跟我妈在一起 这次的奖品 没有被她没收 不用被姐姐和弟弟瓜分 我把奖品里的新文具盒和一个笔记本 送给了堂姐 所有的铅笔都送给了堂弟 他们一开始推辞不要 在我的强烈意愿下 他们还是收下了 伯母对他们说 看看雪莉多厉害 还能得这么多奖品回来 你们也给我好好学习 谁要是能得前三名回来 我奖励两块钱 他俩都哀嚎着太难了 难于登天 能有多难 人家雪莉不就拿了第一名 说着伯母掏出了两块钱给我 拿着 这是伯母奖励给你的 我看着两块钱 不知所措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拿过零花钱 看我待在那里半天不动 伯父把钱拿过来 塞进我口袋 伯母给你的 收下吧 也让他们两个小崽子羡慕死 堂弟立马哀嚎起来 我也要零花钱 伯父拍他一巴掌 不好好学习 一毛都没有 爸妈似乎真的赚了些钱 过年回家 我爸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回来的 弟弟坐在摩托车前面的邮箱处 爸爸骑车 妈妈和姐姐坐在后面 虽然有些急 但挡不住他们眼角眉梢的炫耀嘚瑟 他们一家四口 全都买了过年的新衣服 弟弟甚至买了两套 还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 同样 他们什么都没给我买 但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不抱希望 也就没有失望 我没有给我妈看我的期末成绩单 她也忘了问我 有没有奖品的事 爸妈都回来了 我就没理由再住在大伯家了 我又恢复了每天做家务 伺候他们四个人的生活了 冬天 我最讨厌的家务就是洗衣服 因为烧热水洗很麻烦 但天冷又不可能用冷水 弟弟正是人嫌狗憎的年纪 整天上蹿下跳 衣服穿不了两天就要洗 李宝珠也到了爱美的年纪 这一年他新添了几套衣服 也换得很勤 自他们回来后 每天洗衣服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大工程 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两只手就冻得又红又肿 我只能在心里盼望着 过完年 他们一家人能快点走好载 大年初五 他们就匆匆回镇上了 说是要早点去 租一个好点的摊位 我又欢喜地住进了大伯家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 放暑假后 我妈突然回村里 说是要接我去镇上住 原来 李宝俊学习不行 期末考了个班级倒数第五名 我妈让我去辅导他功课 我辅导功课没问题 但关键是 李宝俊不听我的 我在他面前没有微信 根本没法教 他当着我的面 直接把作业本思了 我妈却扇了我一巴掌 怪我没用 在那个家里 我度日如年 爸妈只租了一间 十几平米的屋子 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里面 晚上 爸妈和弟弟睡在床上 李宝珠睡在一米宽的 小折叠床上 而我 睡在地上 虽然是夏天 但到了半夜 水泥地板也很冰凉 睡在凉席上的我 浑身发冷 我妈却连一张床单 都不肯给我盖 炎热的夏天 我却冻感冒了 头昏眼花流鼻涕 我妈怕我传给弟弟 不让我给他辅导功课了 他们让我回老家 自己走回去 从镇上到村里 走路得大半天 我从早上出发 走到下午才到 刚到大伯家门口 体力不值的 我就昏过去了 大伯送我去了医院 医生说是重感冒 加疲劳过度 给我开了感冒药 打了点滴 看着大伯掏钱给医生 我更加羞愧了 对不起大伯 害你花钱了 回去的路上 我愧疚地开口 没事 大伯会问你爸要的 这些都是大人的事 你的小孩子不用管 安心把病养好 就这样 我一直在大伯家住着 一年又一年 爸妈在镇上的生意 也不错 听说他们租了一套 大典的房子 有两间卧室 但还是没打算接我过去 一开始两年 大伯去问我爸 要学费要粮食 我爸还回家 后来就哭穷 拖着不给 但当着我的面 大伯一直说 学费是我爸给的 他只是不想我小小年纪 心里就承受亏欠的压力 这些事也是我中考后才知道的 爸妈本来不想让我念高中 中考后 他们就打算让我进场打工 可是我的中考成绩太好了 全校第一名 我考上了是重点高中 三年学费全免 还奖励三千块钱 爸妈为了那三千块钱 答应让我继续上学 那天我听到了大伯和伯母吵架 伯母的意思是 把这三千块钱拿过来 一部分用来填补这些年我的学费 另外一部分用作我高中的生活费 我这才知道 我爸好些年都没给过我学费了 都是大伯帮我出的 学费是不多 我们家这些年条件也好了 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伯母气愤道 我也不是大善人 帮别人家养孩子 我觉得伯母说的有道理 这年头挣钱不容易 我一点都不怪她 相反 我很感激她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 她继续道 再说 雪莉都高中了 每个月不要生活费啊 你觉得你二弟能给这个钱吗 还不如把这钱我们拿着 每个按时给雪莉 我下了一个决定 自己提前去高中 亲自把这个钱拿到手 回家后 我把钱交给了伯母 伯母 我很省的 以后每个月给我一百块钱生活费就行了 放暑假了 我还能去打暑假工 对着我 伯母从来没有展现过不好的一面 她和颜悦色说 一百块怎么够 伯母以后每个月给你两百 三千块 确实不够你三年的生活费 剩下的伯母贴钱 谁让你是我们李家小辈里 最会读书的孩子呢 伯母确实很喜欢我 她一直说我成绩又好 又乖巧懂事 还勤快 会帮大人做家务 她总是感慨 如果我是她亲女儿就好了 作为一位农村妇女 她也有大家都有的通病 比如斤斤计较 会骂脏话 贪小便宜等 但她都尽量不把这些不好的方面 展示在小辈们面前 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最好的母亲角色 等到快开学时 我爸妈去学校 发现三千块钱已经被我拿走了 刚出学校门口 我爸就让我把钱交出来 我不肯 她一脚将我踹开 对我拳打脚踢 我妈还在旁边煽风点火 三千块钱都敢卖下 这丫头胆大的没边了 必须得好好教训一顿 在我被揍得吐了一口血 快要爬不起来时 我奔向了校门口的传达室 冲里面的保安喊救命 这件事 后来闹得学校领导都知道了 他们出面警告我爸妈 不许再对我用暴力 爸妈拉着我要走 说钱没拿到 不让我念高中了 回去打工 校领导就说 已经给我验伤了 如果不让我读书 他们就去报警 告他们虐待未成年 我爸妈性性离开 以后就没你这个女儿了 有什么事走之前 还威胁我 都别来找我们 校领导看我可怜 还酌情给我批了补助 我上高中后 学校每个月会 给我饭卡里打一百块钱 高中三年 我完命学习 因为我知道 这是摆脱命运的唯一办法 我不想像我亲姐姐一样 植高都读不下去 读了一年 就跑出去打工了 过年回家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 头发染得五颜六色 跟我炫耀场子里 有多少男孩追她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高考 我稳定发挥 考上了一所 九八五大学 爸妈已经完全 不管我了 这些年 大伯家生活 也在慢慢变好 随着修车手艺的 日益熟练 大伯也成了 修车铺里 抢手的老师傅 镇上另一家 修车铺想挖他 给他开了高架 原来的老板 怕他走 连忙给他涨了工资 现在 他还带了两个学徒 其中包括老板的儿子 他是店铺里 人人尊敬的李师傅 这几年 因为大伯的工资上涨 家里的情况 慢慢好转 吃穿用度 比以前好多了 不过 堂姐上大学后 每年的学费 是一大笔开销 大伯家攒钱的速度 慢了下来 我的通知书下来后 大伯非要给我 半生学验 他说 别人家有的 我也要有 伯母也赞成 就是考这么好的大学 是给咱们老李家增光 多长脸的事啊 把雪莉的老师们都请来 还有亲戚朋友们 半隆重些 堂姐考上了一个普通译本 她也说 考上我这么好的学校 当然要大办特办 堂弟小学时 成绩一般 初中时 却仿佛突然开窍 成绩突飞猛进 年年考第一 他很有志气 说争取要考一个 比我更好的学校 看好你哦 我很欣慰 我是真心希望 他能考上更好的学校 大伯和伯父 很重视儿女的教育 也支持孩子上学 当年堂姐高中 叛逆了一段时间 半夜偷偷溜出去 上网吧 大伯和伯母 去网吧 把她拎回来 第一次对她动了手 打完堂姐后 伯母心疼地哭了 姐 为了你的事 伯母这段时间 白头发都变多了 你没发现吗 老师打电话 说你逃课的事 伯母担心 你在外面出了意外 跑出去找你 差点出了车祸 我牵着堂姐的手 对她说 堂姐跑过去 抱住伯母 挖得一声哭了 嘴里一直道歉 从那以后 堂姐仿佛一夜间懂事了 再也不叛逆了 她开始收心 好好学习 成绩稳步上升 她的努力 也取得了回报 高考超长发挥 考上了一个译本 大伯和伯母乐开了花 对于堂弟 我知道 大伯和伯母 对她期望很大 我这个侄女考上好大学 他们都那样开心 如果是亲儿子 那他们不知道 会多骄傲 我想让他们得偿所愿 事事顺心 升学宴很热闹 很隆重 那天来了很多客人 连大伯的老板 一家都来送礼了 只有我的亲生爸妈 没有出现 自从那三千块的事过后 爸妈就不再跟我联系了 他们说到做到 以后就当我这个女儿不存在 我升学宴那天 他们带着弟弟出去旅游了 不过 我早已不在乎了 暑假期间 高中老师给我介绍了家教的工作 挣到的钱 可以暂时当我大学的生活费 大学的学费 我办了助学贷款 一进入大学 我就找了周围兼职 开始了忙碌的学习和打工生活 每天很累 但很充实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能人生就是这么戏剧化吧 就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厄运降临了 那是大一下学期的一个周末 我在外面的商场 发完传单 深夜往学校走 可能是人穷胆大吧 为了省一点车费 我选择步行回医 一段小路上没有路灯 我一脚踩空 从长长的阶梯上滚下去 我凄惨地叫声响拓夜空那次 受伤非常严重 粉碎性骨折 需要做手术 医生说费用大概在五万左右 这对于独自生活的我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大伯去找了我爸 我爸一口拒绝 一正词言道 我准备在镇上买房子 宝骏过两年 要说亲了 没个像样的房子怎么行 再说 那丫头都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我的钱一分都不会给她用 后来还是大伯咬牙 自己掏钱给我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的那天 我躺在床上气不成声 我知道家里有三个孩子 只有大伯一个人挣钱 这些年攒钱很不容易 攒了好多年 那么艰难才攒了几万块钱 去年过年回家 我听到大伯喜气洋洋地 跟伯母商量 再攒个大半年 就去买个二手车 大伯看好了一款车 买不起新车 他说二手车也一样 以我这么多年的修车手艺 哪怕是二手车 我也一样能把他 捣持得跟新车一样 大伯说这话时 语气里满是得意 还有无限的憧憬 我知道 因为常年跟车打交道 其实大伯很喜欢车 但以家里的经济条件 没法满足他买车的愿望 这么些年 他终于可以得到渴望地 车了我的这场手术 让他期待很久的愿望落空 大伯的存款所剩无几 一招回到解放前 对不起 大伯 我抱着他大声痛哭 大伯还安慰我 没事 手术成功比什么都重要 你人好好的就万幸了 钱没了 可以再挣吗 做完手术后 我还要休养半年 我办理了修学手续 回老家养伤 我住在大伯家 伯母每天照顾我 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间 每天被愧疚折磨着 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明明是个外人 却毫无廉耻地拖累着这一家人 如果没有我 大伯一家不知道多轻松 更让我难过的是 家里却没有一个人责怪我 堂姐时常打电话给我 让我放宽心 好好养伤 堂弟放学回家 还会给我讲笑话 逗我开心 伯母时不时熬大骨汤 给我补身体 端午节 镇上有五十表演 大伯还骑着摩托车 带我去看表演 他说 我整天闷在家里 需要出去透透气 看表演的时候 我碰到了亲姐李宝珠 他讥讽我就是个祸害 说还好 他们家把我抛弃了 不然倒霉的就是他们 听说你还要休学一年 等毕业了 你都二十三四岁了吧 到时候都成老姑娘了 嫁人没人要 挣钱又晚了 大伯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才懒了你这个祸害回去 尖酸刻薄的话没有说完 被买糖葫芦回来的大伯打断 被大伯教训了一顿 他气冲冲走了 从没有这么一刻 我那样强烈地想要成功 我想挣钱 想要报答大伯一家 想要活出个人样 给那些看笑话的人看看 因为腿伤还没好 我只能在家静养 我拿出打工买的 二手笔记本电脑 开始尝试写小说 我的文笔一直不错 高中时的作文 经常被老师当作模范 念给大家听 平时自己也偶尔看小说 脑子里经常有 天马行空的想法 但之前因为一有空 就要去做兼职 没时间静下来写东西 现在有了很多时间 我可以试着写一次 把脑子里的那些构想 用文字呈现出来 小说连载的第三个月 开始有了收入 最开始 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 慢慢变成两三千 但这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惊喜了 有收入说明有人看 有人肯定 这对我来说 是莫大的鼓励 商养好之后 重回学校前 我把积累的稿费 一次性提了出来 自己留了两千块 作为暂时的生活费 剩余的八千多 我全都给了伯母 知道我靠写小说挣了钱 伯母夸我有出息 回到学校后 我没有再出去做兼职了 学习之余 我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写小说上 每个月 我的稿费收入稳定在三千到五千 这比出去打工划算多了 因为学费是助学贷款 我每个月也花不了太多生活费 多余的钱都被我攒起来了 到了大四 我终于攒够了五万块 一起交给了伯母 这是当年 他们给我出的手术费的钱 不过 即使有了这笔钱 大伯暂时还是买不起车了 哪怕是二手 堂弟也上大学了 每年的学费生活费 也是一笔大开销 再加上 家里的老房子很破旧了 需要翻新改建 这也需要一笔钱 伯母说 现在开始要攒钱了 他说 孩子们都长大了 以后堂姐和我出嫁 堂弟结婚 都需要用钱 也就是说 大伯可以歇了买车的心思了 大伯也认命了 可能这辈子开不到自己的车了 他还挺乐观 笑着说 人哪能事事如意 有点遗憾好 大学毕业 我进入了一家出版社做编辑 这几年 我一直坚持写小说 工作后也没停止 可能是后机勃发 也可能是运气好 刚工作后 写的这本小说爆了 订阅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每个月收入也很可观 是我工资的好几倍 更让我惊喜的是 前两年写的一篇小说 卖出了版权 虽然那本小说 只有二三十万字 热度也不太高 没卖出好价钱 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卖出版权 意外之喜 对我来说 像是捡到了钱 除去网站分成和稿税 最后拿到手 有五十多万 刚好快过年了 拿到钱后 我第一时间去了4S店 当年大博想买的那款车 现在有了升级的顶配版 落地三十万出头 我直接全款提车 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年春节 我有了事业 有了收入 有了存款 我去商场扫货一圈 买了一大堆礼物 把车子的后备箱和后座都堆满了 大学时已经考了驾照 我壮着胆子 自己把新车开回家了 车子路过我们家门口 透过车窗 我甚至看到了院子里的爸妈 但我没有停下 竟只把车子开到大博院门前 这些年 从堂姐那里 我听到过自家的一些八卦 那一年 爸妈拒绝给我出手术费 说是要把钱拿来 给我弟在镇上买房 不过最终 房子没有买成 因为我弟在外面学会了赌博 欠了高利贷 本来的几千块 滚成了几万块 爸妈把所有存款 都拿去给他还债了 这就是他们从小宠到大的宝贝疙瘩 指望着给他们养老的孝顺儿子 我已经能预料到 他们老年后的凄惨生活了 停在大博门口的新车很显眼 引起了周围村里人的注意 大家都凑过来看热闹 我从车里跑出来 冲院里喊道 大博 博母 我回来了 屋子里的几人 惊喜地朝我奔来 伯母嘴里道 你这孩子 回来也不提前说 我让你大博去镇上接你啊 不用接 我自己开车回来的 我大声说道 这时 大博才注意到我身后的车 他瞪大眼睛 又看看我 雪莉 这车是你的 不是 我否认 从隔壁凑过来的 我妈听到了 铁嘴道 我就说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车 这车不是借的就是租的 打肿脸充胖子 我没理会他 对大博道 这是你的 啥 大博完全没明白过来 大博 这车是我买给你的 我挽着他的胳膊说 这 你哪来的钱 买这么好的车 大博惊讶道 得三十好几万吧 看 他果然还没放下 这款车多少钱 他都一清二楚 就是呀 雪莉 你才工作 一个月工资 顶天就一万出头吧 哪来的钱买车 伯母也一脸担忧地 看着我他没有一点欣喜 反而担心 我是不是有什么不法收入 堂弟插话 三姐 你是不是卖出版权了 果然 不愧是我们家最聪明的小孩 我点头说道 答对了 姐 你太棒了 堂弟满脸兴奋 大博却一巴掌拍在我后背 你这孩子 怎么能乱花钱呢 给大博买车 怎么能叫乱花钱 我理直气壮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现在终于实现了 不知道多开心 你这孩子 大博低下头 我看到他眼角闪烁的泪化 这个年过得 可谓是相当热闹 多年不联系我的一家人 一次次来找我 李宝俊从外面回来后 知道买车的事 冲到大博家 指着我鼻子大骂 他骂我不笑 有钱不孝顺自己爸妈 已经出嫁的李宝珠 也跑回来 苦口婆心劝我 要体谅爸妈的难处 他说 爸妈这些年不容易 家里也确实困难 我作为女儿 就该在这个时候 伸手帮一把 我耸耸肩 不是他们说的吗 以后不指望我养老 我妈更浮夸 做事要给我下跪 求我帮帮弟弟 我们求的也不多 你那么有钱 给他在镇上买套房子 镇上的房子不贵 也就十几万一套 有了房子 就好给他说亲 以后有媳妇管着 他就不会再去赌博了 我不敢相信 他这个人渣废物 还想娶媳妇 那不是祸害人家姑娘吗 你是他亲姐姐 你必须管他 我妈露出真性情 张牙舞找起来 我又不是他妈 我要去法院告你 告你不孝 行啊 你去告呀 我妈不知道发什么疯 突然冲伯母扑过去 她扯着伯母脖子上的金项链 这是我女儿买的 你个老前婆 有什么资格带 还给我 这是我的金项链 伯母可不是吃素的 一把推开我妈 冲她呸了一声 你女儿 你这些年管过吗 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 孩子生下来就不管 长大能挣钱了 就跑来摘果实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说着伯母揽过我的肩膀 告诉你 这就是我女儿 雪莉说了 我比她亲妈好一百倍 我妈气得在地上嚎叫打滚 我和伯母不理会她 转身朝屋里走 伯母 你记错了 我说的是一万倍 这辈子 童年的开端挺凄惨 但我很幸运 遇到了大伯一家 他们治愈了我的童年 所以 我健康长大了 我乐观开朗 积极向上 走出阴霾 未来的每一天 都很美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